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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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闻苹果的香气 苹果有一种天然的清新的果香味 如果闻得到 那说明这个苹果品质不错 如果闻不到 或者闻到化学剂 或者农药的味道 那说明这个苹果 可能经过了染色 或者打辣等处理 所以 在买苹果时 要用鼻子闻一闻哦 4.看苹果的条纹 苹果并不是越红越好越甜的 也并非越大越甜 颜色太红的苹果 吃起来口感比较软 没有清脆的感觉 在买苹果时 要看一看苹果的条纹 越多越好 看起来像裂开的那种条纹 这样的苹果 一般都是糖分高 水分多 口感好的 5.看苹果的果窝 最后就是看一下苹果的果窝 就是苹果的底部 有一个小凹陷的地方 这个位置越深的 味道也就越甜 反之越浅的 味道也就越差 还可以用手轻轻弹一下苹果 如果有清脆的回声 那说明这个苹果很脆很甜哦 以上就是购买苹果的方法 你觉得怎么样 只要按照上面的方法去挑选 就能买到又甜又多汁的苹果 大家都知道 水果的维生素含量丰富 营养价值高 近些年国外进口的车梨子 牛油果等昂贵的水果非常火爆 而苹果作为我国广泛种植的水果种类 虽然价格要比那些进口水果要便宜很多 但却并不受人欢迎 高中生小乔便是如此 虽然逢年过节 家里总是有很多苹果 但他从来不爱吃 妈妈总是拿一天一个苹果 医生远离我的话来劝他吃 小乔却认为现在的苹果上都打了辣 一点都不营养 打了辣的苹果还有营养吗 苹果上的辣能吃吗 在2016年 美国自然公共研究组进行了一项 针对多种癌症风险人群的统计 其中经常吃苹果的人 比基本不吃苹果的人 最高癌症风险低11%左右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 对20多万名女性的调查对比中发现 苹果对癌症有预防作用 所以多吃苹果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 那打辣的苹果能不能吃呢 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水果打辣的 那可得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 1922年布罗格德克斯公司的创始人 厄内斯特·布罗格登 最先在美国申请了商用水果打辣的专利 自此商业水果打辣的原则 沿用至今 打辣是一种重要的水果保鲜技术 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 直到今天 国内外仍在使用打辣技术 给水果打辣 不但可以让水果表面具有光泽 还可以堵住水果表面的气孔 降低水分流失和养分的消耗 让水果保持新鲜 此外 打辣还能有效控制微生物的侵害 减少腐烂 从而延长水果的住藏期 打辣的水果还能吃吗 一般水果表面的辣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水果表面 本身就会带有的一层果辣 比如苹果 梨和葡萄等 这种辣是水果的天然保护层 安全无毒 可以放心食用 另一种是人工加上去的食用辣 一般是以天然的洞 植物原料制成的 比如巴西棕榈辣 虫胶等 国标规定 食用辣是一种合法的食品添加剂 可以用来处理水果表面 按规定添加 并不会影响健康 但还有一种是不法商家 为了降低成本 用廉价的工业 蜡处理水果 工业蜡中所含的重金属 多环方厅等有害物质 可能透过果皮渗入果肉 对人体产生危害 怎么分辨苹果是否打辣 一 用刀瓜或者擦拭 有的人说 苹果本身就会有一层果蜡 不需要大惊小怪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那就错了 苹果本身有一层果蜡没有错 可自带的这层果蜡 是用刀刮不下来的 如果是为了方便保存打了工业蜡的话 通过清洗或者用刀刮 是可以刮下来的 所以在买苹果的时候 不妨试一下 看看是否能刮出果蜡 如果能 那就是打过蜡的 二 看颜色 闻味道 打了工业蜡的水果 看上去表面光鲜亮丽 但是这种苹果 一般闻上去味道都不够浓郁 真正不打蜡的苹果 果香味是十分浓郁的 这个区别很明显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挑选 那可以买一些 面相看起来朴实一点的果 或者你不慎已经买了打蜡苹果 那么可以清洗一遍 最好用盐水泡一泡 去除表面的蜡 或者干脆一点 直接削皮再吃 这样会更好一点 三 用手触摸表皮 经过人工打蜡的苹果 摸上去的手感是有些许粘腻的 不打蜡的苹果 虽然说表皮摸上去有瑕疵 手感有些粗糙 可往往这样的苹果是比较甜 而且吃起来相对健康 打蜡苹果一旦碰水 因为打蜡的原因 苹果上会挂满水煮 迟迟不能退去 如果你不小心买到了打蜡的苹果 那也不用担心 你可以采用一些清洗 辣的方法 食盐就是一个 很好的清洗苹果皮的工具 将一点食盐撒在苹果皮上 双手反复揉搓 利用食盐的小颗粒 增加清洗时的摩擦力 能够很好的清洁苹果 同时食盐 还有一定的消毒作用 用热水清洗 苹果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不过可能会影响 苹果的食用口感 同时市场上 很火爆的各种果蔬清洁剂 有的是用化学清洁的方式 有的是物理清洁的方式 选择正规的产品 就能很好地达到清洁效果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 牙膏也能清洗 打蜡苹果碳酸钙 牙膏中最主要的成分 就是和水盒 硅石 它们都是效果很好的摩擦剂 使用牙膏揉搓后 再用清水冲洗 就能有很好的清洁效果 因此为了健康 食用苹果前最好先清洗一遍 俗话说得好 每天一个果 老汉在小火 如果你坚持每天吃一个苹果 你的身体 就会出现以下六种可喜的变化 首先了解苹果的营养成分 苹果中含有的营养成分 主要包括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E 同时还含有丰富的葡萄糖 果糖 以及纤维素矿物质 每百克苹果 含果糖6.5至11.2克 葡萄糖2.5至3.5克 这糖1.0至5.2克 蛋白质0.2克 脂肪0.1克 粗纤维0.1克 甲110毫克 钙0.11毫克 0.11毫克 还含有微量元素心 铁级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果胶及纤维素等 每天坚持吃一个苹果 身体或许会收获这六个好处 一 安神住眠 如今人们的各种压力都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失眠的问题 每天吃一个苹果能够帮助改善睡眠质量 苹果当中含有芳香类物质 能够让大脑和神经得以放松 起到安神住眠的效果 还有研究发现 闻苹果的香气 能够缓解抑郁症状 让人快速进入梦乡 二 减肥 吃苹果能够给我们一种饱腹感 并且苹果含有的热量还非常的低 所以对于正在减肥 或者是想要减肥的人群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了 一个不大不小的苹果中 含有的热量不会超过100千卡 并且其中不含有任何的脂肪 对于减肥的人士来说 可以说是福音了 三 预防骨质疏松 苹果能增强骨质当中的矿物元素 其中 棚元素是一种 能有助于保持骨密度 和保护心脏的营养物质 能够大幅度地增加血液当中的雌激素 还有其他化合物的浓度 这些物质也能够预防钙质流失 有研究表明 如果每天钙流失 就可以每天吃三克的棚 这样钙流失会就减少一半 很好的预防骨质疏松 四 预防便秘 苹果含有丰富的果胶 能够调节肠道的蠕动 并且苹果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预防便秘 还能够刮走肠壁上的毒素 有利于排毒养盐 不仅如此 苹果含有的胶质 具有吸水的效果 能够使得消化后大便残渣 不至于干燥 从而也帮助防止便秘的发生了 五 预防早衰 一天一个苹果 坚持吃一年之后 会预防早衰 苹果当中含有维生素C 抗氧化效果比较好 其中含有的新元素 能促进大脑发育 增强记忆力 同时还能提供适量的抗氧化剂 对记忆力是很有帮助的 吃苹果能降低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 抵抗大脑衰老 六 降低身体内的胆固醇 如果常吃苹果的话 身体内的胆固醇含量就会降低 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胆汁的分泌 防止人体内出现胆结石 有研究表明 每天都坚持吃苹果的人 身体内的胆固醇含量 会比一般人降低10% 可见苹果对于人类有着重要的作用 吃苹果时尽量在这两个时间段吃 一 早上吃 早上是吃苹果的最佳时间 大家可以早上起床之后 空腹吃一个苹果 因为经过一晚上的新陈代谢 身体内的水分几乎被消耗完 糖分也被完全消化 这个时候 空腹吃一个苹果 不仅可以补充水分 也可以补充晚上损失的糖分 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 苹果还能够帮助清除 口腔当中的意味 预防取齿 早上空腹吃一个苹果 饱腹感也非常强 可以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 二 正餐中间吃 在外就餐或者在家里吃饭 很多人喜欢做水果沙拉 不过为了保留水果中的营养物质 最好的吃法还是直接吃 在不影响肠胃的情况下 吃点水果调节味蕾的敏感度 对糖尿病人群也是比较有利的 当然 对于传言中的晚上吃苹果 等于读苹果的说法 只是谣言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晚餐时吃苹果 或夜宵时相比于外卖 用一个苹果或其他水果饱腹 也是绝佳的选择 在日常食用时 人们多是会生着吃 用充分的流水把苹果洗干净后 直接食用即可 这种吃法 有的人会担心苹果皮上有农药残留 在这点上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人不会因为吃点苹果皮 就食物中毒 还有的人喜欢煮着吃 对于肠胃比较虚弱的人 不喜欢吃凉苹果 就会热着食用 其实苹果除了生吃煮吃 还可以炖肉吃 几种食疗 效果喜人 一 苹果炖肉可以解腻 苹果虽然种类很多 但它们的口感是差不多的 多是以酸甜为主 而苹果炖肉 就算是非常稀奇的一种做法了 肉在炖的过程中 需要去掉里面的肉腥味 而苹果的酸甜口味 可以抑制腥味 要比加入土豆 胡萝卜后的口感要好 且这样的苹果 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可以符合大多数人的口感选择 二 苹果炖肉可以阻碍胆固醇的吸收 很多人都知道 苹果里面有维生素C的成分 它的抗氧化能力很强 但里面还有更强的抗氧化物质 这种物质是多分类成分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这种物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胆固醇的吸收 在中老年人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上 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根据苹果的这点好处 把它用来炖肉 有了苹果的参与 整体上的营养会提高 同时还可以减低吃肉的热量 加上苹果酸甜的口味 还具有醋消化的特点 另外 从这种烹饪做法上来看 虽然炖苹果 里面的维生素C含量会流失一部分 但其中的多分类物质 反而会因为浓缩增加了多分的含量 三 苹果炖肉可促进人的食欲 人在特殊时期 如女性来月经期间 绝经期间 怀孕的时候等等 都可能出现没有食用食欲的情况 如果把普通的肉端到他们的面前 可能会觉得逆人不想吃 但肉却是补铁补血的最佳食物 适量吃点可以缓解人们的不适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采取用苹果炖肉的做法 苹果的味道比较浓郁 吃起来沁人心脾 可帮助女性促进食欲 适量吃围仪 吃苹果时 不能吃这三种食物 一 胡萝卜 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而胡萝卜中则含有维生素C酵酶物质 如果将其一起食用 会破坏苹果中维生素C的含量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苹果的营养价值 且还不利于人体吸收 二 牛奶 苹果的果酸 与牛奶中的里含的蛋白质反应 会生成钙沉淀 引起节食 晚上不能吃苹果 很多人晚上饿了习惯吃苹果 早上的苹果是筋 晚上的则是垃圾 对身体没有益处的 刚刚吃晚饭不能吃苹果 吃晚饭一个小时后吃苹果 可以促进消化 可是刚刚吃完饭就吃苹果 不利于消化 三 海鲜 因为苹果中的维生素C 容易和海鲜发生反应 而且两者一起吃就很容易产生T霜 轻的可能会发生恶心 呕吐现象 严重的就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